我以前也看不起商人 我也认为无伤不坚 而且商人创造的社会价值非常有限 等我自己做了企业以后 我才明白一个做企业家要做得久做得好 他每天考虑的大部分的事情都应该跟钱没有关系 和钱有关的都不是战略性的 不以利益为出发点的战略决策才是真正的庙堂之策 所有的企业家都在那里谈论着企业的社会责任 我在达沃斯的时候突然想明白了 如果我们要在中国发展电子商务 我们必须去真正的做有价值的顺序 去真正的推动社会的进步 真正的去创造独特的价值 不然我们永远就发展不起来 诚信的力量是巨大的 如果说过去中国三十年的发展 依靠的是人口红利 是廉价的劳动力 那么接下来中国可以依靠的 不是货品与货品之间的差价 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信 如果说人类还有什么红利没有被发掘的话 那我相信信任互信是最大没有开发的财富 我们也只有自己关注 care这个honor 只有自己honor自己 我相信才能会赢得别人对你的honor 创业有几个我认为特别重要的要素 第一件事就是千万不要只有一个小梦想 这是我跟宋主任刚刚聊天 我说陕西的人创业最大的问题是梦想太小 不要有一个小梦想 你的公司值多少钱 取决于你为这个社会解决了多么大的问题 扎克伯格在清华演讲的时候讲到说 在硅谷我们不能够想象一个公司创业 竟然不是为了解决一个社会问题 各位理解吗 所以当你想要解决一个社会问题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的公司存在有了意义和价值 人的目标分两种 我们每个人的目标分两种 一个目标呢叫做回避性目标 还有一个目标叫做接近性目标 一个叫接近性目标 一个叫回避性目标 因为接近性目标就是你自己心中有动力想要实现的 而回避性目标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你因为害怕一个结果所以要去做的 所以第一件事 我希望大家首先想明白我创业的初衷和动机 我到底是为什么走上这条路 如果你真的仅仅是为了一个美好的生活 或者是为了将来能过上一个不用打工不用上班的生活 那其实你现在就可以做到 拿低保就可以 饿不死 而且像西安这么好的城市 对吧 你有两套房子你租一租都能过日子 挺好的 没有必要那么辛苦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辛苦当作是一番享受 你觉得我在改变这个世界 而且我能够做到知行合一 我能够让我每天所做的事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OK了 那你会觉得每天都很愉快 这是第一个我需要跟大家沟通的创业的初衷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是我们一定要学会去做边际成本低的事 或者边际成本未来可能会降低的事 这种生意才有前途 如果一个生意边际成本永远很高 这个生意就没有前途 比如说什么样的事边际成本永远高呢 首先说什么叫边际成本 就是每增加一个客户 我所要支付的那个成本 第三件事我希望大家知道的就是 你所做的事一定要降低这个社会的交易成本 比如说什么样的事增加社会交易成本呢 招投标 拿下一个项目 然后你也不做 批给下家 然后下家也不做 再包给下家 然后再包到下边修一个豆腐渣工程出来 政府花了那么多的钱想修一条好的路 结果修到最后变成一个豆腐渣工程 为什么 因为中间有太多的人在这分这些钱 这都叫做交易成本 好了 最后一条需要叮嘱的事情 就是 千万不要把自己定义成一个做产品的创业者 做产品的创业者必死无疑 各位 为什么呢 所有最好的产品都不是最好卖的产品 所有最好的产品都不是最好卖的产品 你看 什么面条最好吃 什么面条最好吃 你妈亲手赶的 那更没戏 那才能卖几碗真是 油泼面 刀削面 什么蛋仔面 对吧 有做到上市的吗 各位 卖的最好的面是什么面 康师傅方便面 一年上百亿 对吗 一点都不好吃 还有毒 卖上百亿 最好喝的茶什么茶 大红袍 雀蛇 什么五一盐茶 卖的最好的茶 什么茶 卖的最好的是利顿红茶 利顿红茶是茶叶末 他把茶叶末包一个小包放在那里边 一年卖三百亿美金的市场 三百亿美金什么概念呢 就是超过中国茶叶市场销售额的总和 打火机做到两分钱一个 卖一块你觉得很贵了 成本两分 你就觉得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呢 他们做到了 但是他们现在全倒闭了 为什么 你说你很牛了 你能够做到七毛钱一把 你的副总裁就赶在隔壁开一个店 说我六毛九我就接 怎么着你不服 你说你六毛九 我六毛八 你六毛八 我六毛七 到最后你知道这些做生产的人 结局是什么 知道吗 结局就是 接单就慢慢死 不接就立刻死 梦想 对吧 你要解决什么问题 编辑成本 交易成本 然后加上 我们说这个叫什么 一定要有一个品牌的方向 对吗 我们很多人不创业 原因是因为你总是觉得 自己没有找到一个完美的计划 等你找到这个完美的计划的时候 你已经老了 你创业的机会已经过去了 做 才有机会 听完这个演讲之后 能够好好地想一想 你们都这么年轻 都有着那么多的机会 对吗 我们能够做一些什么事去改变这个社会 而且真的 创业是必须的 房价越来越高 光靠打工已经买不起房子了 对吗 国家把房价逼这么高 我觉得也是想逼你们创业的意思 只要找到了你愿意改变这个社会的切入点 你一定会享受这个创业的过程 好吗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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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